6月3日,据韩国媒体报道,警方正在对杨贤硕涉嫌提供性招待的报道进行调查。 警察厅厅长明贾龙在3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, 已经获取了举报内容,正在确认是否符合事实。 如果在调查中发现疑点,将进入下一阶段。 现场有记者提问,正在进行内部调查吗? 警察厅的一位负责人表示,是的,并称这是在MBC报道杨贤硕涉嫌提供性招待后进行的调查。 另外,之前MBC电视台报道,YG娱乐代表杨贤硕疑次对东南亚富豪提供性招待。 YG方面表示,当时确实去了饭店和俱乐部,但只是应朋友的邀请来参加,否认了性招待。 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